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被多家媒體連環起底 到底他在埃塞俄比亞的上位之路是怎樣的呢 原來譚德塞曾經加入一些被美國列為恐怖組織的政黨 而且他在本國裏頭已經是劣跡斑斑 擔任高官期間更加和中國產生聯繫 我們首先講談談德塞的教育背景 1986年的時候 譚德塞畢業於埃塞俄比亞大學 獲得生物學學士學位 1991年他去到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就讀免疫學的碩士 2000年的時候 就在英國的洛定咸大學 完成了社區衛生博士學位 由於他學歷高 而且就在提格雷地區出生 所以 01年反國的時候 就成為了提格雷區的衛生局局長 大家就看到 根本上譚德塞不是醫生 他就沒有具備任何臨床醫學的資格 這種情況就跟香港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很相似 林鄭就口口聲聲稱呼陳肇始做教授 沒錯他真的是教授 只是他的教授不是醫學而是護理學 陳肇始是香港大學的護理學院院長 所以他亦不具備臨床醫學資格 和譚德塞都很相似 不過陳肇始和譚德塞 都分別執掌了 衛生部門的首長職位 說回譚德塞 到底他在埃塞俄比亞怎樣繼續上位 在2005年的時候 他就被提拔為國家衛生部長 是第一位沒有臨床醫學背景的衛生部長 而且到了2012年的時候 更加被委任為外交部長 譚德塞的政治背景又是怎樣 原來他加入了一個政黨 叫做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 這個政黨曾經以各種血腥手段 來統治埃塞俄比亞 在上世紀90年代 還被美國列為恐怖組織 至於譚德塞在國內又有什麼政績 能夠獲得中國的垂青 原來在06、09和11年 他三度隱瞞在國內奧羅莫地區的霍亂情況 使得數以百計的患者失救 而且在他就任外交部長的四年期間 也是奧羅莫地區人民 起義最激烈的階段 自從2014年開始 不斷有示威 後來埃塞俄比亞政府 決定要進行血腥鎮壓 譚德塞操控了當地官方媒體 為政權洗白 在譚德塞當選世衛組織總幹事 他仍然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政治局委員 在埃塞俄比亞享有了黨政的大權 霍氏新聞 曾經引述當地的記者 譚德塞是政黨最大的三位領袖之一 他絕對要為當地政府 所實施的濫捕 酷刑 搶地等的暴行 負上責任 這件事真是難怪他能得到中國的垂青 原來他們行事的方式 是這麼相似的 又喜歡隱瞞真相 又喜歡鎮壓人民 簡直就是天作之俠 全世界都很難找到第二個 做衛生部門首長 可以像譚德塞般配合到中共 難怪會委派譚德塞作為政治代理人 在世衛組織當中號令天下 找不到第二個 陳馮富珍也沒有譚德塞的背景那麼厲害 他就算在國內 都已經在做相關的事 更何況去到世衛組織 到底譚德塞當時跟中國有什麼聯繫 原來在2000年的時候 埃塞俄比亞獲得中國的捐款 只有三十四萬五千美元 但是到了2014年 譚德塞上位 做外交部長 在1516年 中國就向埃塞俄比亞提供了 一千六百萬美元的捐款 到了2017年的時候 譚德塞轉戰世衛組織 就任總幹事 中國又捐了 四千四百萬美元 給埃塞俄比亞政府 到了2020年的今天 譚德塞就盡顯身價 又處處為中國的利益 服務 又老點那些歐美的西方文明國家 這幾千萬 絕對就值得比 至於譚德塞 他本人 無德無能 依靠著政黨背景和他的成長背景 在國內上位 而且早上劣跡斑斑 很難怪特朗普總統會山水喉 也很難怪美國的參議員 會邀請譚德塞出席國會的聽證會 以及要求你辭職 昨天日本的《產經新聞》出了一篇文章 當中以中國走狗來形容譚德塞 報導當中提到 特朗普山水喉是否永久勝 關鍵在於世衛組織能否修正 他與中國的密切關係 尤其是譚德塞被司長扮演的角色 受到批評 到底能否通過他的辭職 為世衛組織帶來耳目一身的效果 這就是當地的報導 所以譚德塞根本被中國捧到天上有地下毛也沒用 那些文明國家根本就是不吃你這一套 然後又說另一件事 中泰網戰已經告一段落 因為那些小粉紅輸得一蹲一蹲 被官媒要求他們停止網戰 當大家以為整件事已經告一段落之際 昨天這個官媒環球網上又有出了一篇文章 就說其實在這個中泰網絡大戰當中 根本上那些泰國人是假扮的 不是真的泰國人來的 到底是什麼人來的呢 原來就是台灣網軍 和香港的年燈仔是假扮的 真是好笑 輸了就輸了 不認輸 現在又賴是台灣網軍 到底他那篇文章是怎麼說的呢 他又提到了 在電腦屏幕前主導這場所謂罵戰的網友 真的是中泰網友來嗎 首先就有網友發現 在泰國的社交媒體之上 出現了大量新註冊的帳戶 加入了罵戰 同時連對中日韓經常混淆的泰國民間也說 這些帳戶所發表的辱華內容 又過於精準 顯然是對於中國網絡的語言 生態和一些流行內容 很熟悉的 有些泰語的帳戶 竟然就侮辱泰國皇室 突破了泰國社會供應的底線 雖然知道對皇室不敬 在泰國 是刑事重罪 不但鐵文會遭到刪除 而且還要面臨刑事的追責 而在港獨台獨份子聚集的 連登論壇上 連登有這些人 有人專門發帖叫囂吸收經驗 要打贏國際文宣戰 港獨份子黃之鋒 連發幾條帖文 支持泰國網友 反華言論 這些境外勢力所指責的所謂國內小粉紅 像帝巴那樣再次出征參與罵戰的說法 根據這位作者了解和掌握的情況 帝巴由始至終都沒有參與到網戰 並且一直都呼籲網友要冷靜 珍惜中泰關係 不要被一些來歷不明的帳號所煽動 故此所有跡象和證據都指向 所謂中泰網戰的背後 是有台灣網軍和港獨勢力的影子 有網友氣稱表面上是中泰罵戰 其實有很多假泰國人坐在電腦屏幕前面 是台灣網軍試圖挑動大陸網友 和泰國人的對壘 這篇文章真是好笑 首先提到有些境外勢力指責小粉紅 好像帝巴那樣在這次事件出征 實際上我也看不到哪一篇文章 是指向所謂帝巴 人家就是隔你那些小粉紅 笑一下你 都沒有指名是哪個組織 現在無端端就弄了帝巴 第二就是 你打輸了網戰 就打輸了網戰 現在又要把矛頭 指向所謂 台灣網軍或者港獨份子 其實你就要轉移那些小粉紅的怒火 因為你就按住那些人不准他再打了 因為再打下去就是出醜 刁人言眼 不打之中就鞠躲鬥氣 所以現在你就要找那些所謂的台灣網軍 和所謂的港獨份子來發洩 就要把矛頭轉移 不要再針對那些泰國人 所以就說這些泰國人是假的 台灣網軍 其實在這場所謂的中泰網絡大戰當中 那個源頭都是來自中國小粉紅的挑釁 就是因為他們不滿泰國男星 Bright 所發表的所謂的反華言論 繼而更是起底 把這名男星和他的女朋友之間的對話拿出來 說 說台灣風格也是不對的 因為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根本上那個責任誰屬 大家就很清楚 挑動的也是小粉紅挑動 好了 現在又說 根本跟你在這裡吵架那些 不是真泰國人 而是假扮的 哪怕他是真也好 假也好 你在這場網戰當中 都是輸鬼了 何必輸打贏要 還繼續鬥前下去把鬼嗎 根本上現在在這裡止蝕 無謂再針對泰國的網友 不如索性把這個罪名 落在台灣網軍 和所謂港獨份子身上 好了這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